解压来呢,我们来讲解一下Unicode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在这儿启动VeroStudio2013 我们在调用Windows API的时候,经常会遇到Unicode的问题 我们在这儿创建一个空向,我们在这儿输入Unicode 然后我们在这儿单击确定 完成了这个以后,我们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在这儿输入Unicode.c 然后我们在这儿添加值 首先我们在这儿英克路的Stdio.h 像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接着英克路的StdLibro.h 完成了这个以后,我们接着英克路的Windows.h 像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现在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东西 也就是MyCGbox 大家在这儿发现没有 这是最原始的MyCGbox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输入0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A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B 最后一个我们也输入0 大家认为它现在可以成功的运行吗 我们在这儿生成它 现在在这儿我们就直接运行它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是不是打印出了AB这个对话方呢 我们现在来设置一下它的属性 大家现在发现没有 它的字符集是什么呢 多字节字符集 在多字节字符集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成功运行的,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变一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现在我们恢复一下 现在它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儿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把上面一个注释掉 在这儿我们把这个东西重新修改一下 我们在这儿输入Messagebox 我们在这儿输入0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我 然后我们输入123 然后我们输入d号 这个时候我们用我123 也一样的显示出来 然后在这儿我们输入一个0 然后我们输入一个分号 现在在这儿我们右键设置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多字节字符集 对不对 现在它能不能运行呢 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现在发现没有 现在是可以成功运行的,对吧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 它只能在这个多字节字符集的时候 OK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儿把它稍微变一下 我们在这儿设置一下它的属性 我们在这儿如果把它改成这个使用unico的字符集 然后我们在这儿单击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儿生成 大家在这儿发现没有 它提示类型不兼容 对不对 它还是可以运行 大家现在发现没有出现什么情况呢 乱码 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何在呢 这个中间就是因为有编码的问题知道吧 现在呢,大家现在是不是知道了 有这样一个问题 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现在是OK的,对不对 unico的大家想它在这儿可以吗 是不是不可以 但是它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呢 在这儿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我们在这儿选中解决方案 我们在这儿添加一个新建项目 我们在这儿需要了解宽字符 然后我们在这儿把宽字符设为启动项目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宽字符的问题 我们先要学会这个宽字符 才会理解它是什么原因 所以呢,大家在这儿先要记住 这个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 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 然后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 添加一个新建项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宽字符点C 然后我们在这儿添加值 首先我们在这儿英克路的stdio.h 然后我们在这儿接着英克路的stdlib.h 像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vall in the 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大家在这儿想想就是 我们要打印出你好天朝 我们一般情况该怎么做呢 也就是print of 也就是你好天朝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输出呢 然后在最下方我们插入galachian 然后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个汉字占几个字节 两个字节对不对 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掐str 然后我们让它的长度为10 然后我们让它等于这样一个字符串 你好天朝 大家我们在这儿打印它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打印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儿就输入print of 百方s 然后我们在这儿传入str 是不是打印一个这样字符串呢 然后我们补上一个分号 现在呢我们就运行起来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它打印出了你好天朝 对吧 但是这中间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可不可能用一个字符来表示一个汉字呢 比如说有的时候有很多同学觉得可以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它能不能正常的输出呢 这个时候可以吗 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 of 我们在这儿输入写感恩 大家现在这个代码合法吗 实际上是合法的 在这儿可能就有一点 第二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甚至unicode.c 而下面甚至宽字符.c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就是从int到恰类型的阶段 大家知道这个字符我 大家知道它起到什么作用吗 也就是一个宽字符常量 这个时候它能不能正常的输出呢 不能 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 of 然后我们在这儿打印ch 大家认为现在可以吗 它在这儿就会打印出一个垃圾字符 现在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输出呢 但是如果我们要输出一个汉字 我们是不是只有字符串的方式呢 但是我们有输出一个汉字 大家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吗 比如说很简单 你们已经学过数组对吧 我们在这儿输入21% 21% 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在这儿分别传入str0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do 我们传入str1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会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汉字 为什么呢 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现在在这儿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它输出了一个1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字符在这儿 对它做了一个干涉对不对 所以输出了一个这样字符 如果我们在这儿直接运行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打印出了理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只有用两个20%黏在一起 用两个字符并黏在一起的时候 才可以用print of输出一个汉字 对不对 而且呢 它必须在字符串里面 可不可能在这个字符里面呢 可能有很多同学在这儿又有这样一个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 有很多同学他是这样想的 我在输出两个20% 这个时候他能不能打印呢 不能 实际上在这儿我们要记住 就是这种情况本身就不合法了 所以他什么都不会打印出来 大家应该看到中间是出现问号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知道 阿斯克马里面有没有关于这样一个汉字呢 是没有的对不对 恰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吗 也就是 只能是字母 数字 字符 但是可不可以是汉字或者汉文呢 不可以知道吧 所以呢 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CH能不能正常输出我呢 CH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正常输出 我 知道吧 然后大家想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天朝混 我们是不是学完C元一定要能处理这个中文呢 但是 有没有一种方式 我们能把汉字当做一个字符呢 实际上是有的 大家在这儿要记住 关于恰类型有什么特点 恰类型 字符串 可以显示汉字 大家想字符可不可以 字符不可以 然后还有呢 就是字符连在一起 两个百分之一 还是可以输出一个汉字的 大家知道吧 然后大家想想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如果在插着一个斜杠恩 现在还行不行 不行 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给大家看看 大家一看呢 现在是不是不行了 如果把这个斜杠恩给去掉呢 这个时候他就输出一个汉字 你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既然理解完成了这一步 我们是不是就了解了这样一个情况 大家在这儿是不是对恰类型有了一个了解呢 也就是恰 字符出来可以显示汉字 但是字符不可以 字符连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用两个字符连在一起 用百分二十一百分二十一 才可以输出一个汉字 知道吧 这是恰类型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门函数命名为门A 我们要学习一下另外一种 也就是宽字符 我们再输入Voin的门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大家知道什么是宽字符吗 宽字符也就是WCHART 比如说我们CHCH 我们让它等于L 然后我们输入下话线5 大家想想就是它在这儿L代表什么呢 L就代表 它把它转换成宽字符 就是一个字节变成两个字节 L也就是宽字符 或者宽字符串 然后大家知道宽字符 有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的特点 宽字符 大家想想CH它占几个字节呢 我们再输入print of 2% 然后我们再输入C字 of CH 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分号 在最下方 我们插入一个get钱等待一下 现在呢 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宽字符占两个字节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打印出CH 大家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打印吗 还能不能用print of 4呢 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了 大家知道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吗 也就是Wprint of 4 大家知道Wprint of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也就是宽字符 我们在这儿输入L 然后我们再输入百分号WC 然后我们再输入CH 这个时候它有什么特点呢 也就是我把汉字当作一个字符 我们在这儿注视一下 大家想想这个时候它能不能正常的输出呢 实际上还是不可以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中文以外 还有什么文呢 还有日文法文韩文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呢 在这儿我们是不是需要设定一个语言的版本呢 所以在这儿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本地化 大家知道我们需要包含哪个投文件 也就是local.h 大家知道local.h用于什么呢 设置本地化 也就是我在日本就是日文 在韩国就是韩文 在中国就是中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让它正常的 把一个汉字当作字符打印出来了 WC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宽字符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也就是set local.h c.w 也就是代表所有的语言 然后在这儿我们出入chs 大家知道chs意味着什么 中文 大家知道ch就是中国对吧 s是什么 就是simple 就是简体中文 这个时候我们设置为简体中文 然后呢 现在在这儿我们把它直接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被当作一个字符给输出了 然后呢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就用这种方式输出一个字符 这个l能不能少呢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函数在这儿 我们可以直接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是不是不能正常的输出呢 我们怎样才能正常的输出呢 在这儿一定要加上l l就是宽字符或者宽字符串 它是一个红定义 大家知道吧 完成了这一步以后 大家想想就是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处理一些宽字符串呢 大家知道宽字符串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示呢 也就是WCHART 然后我们再输入STR 比如说我们输入中括号100 然后我们现在让它等于 我是一个好鸟 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分号 大家想想我们如何 用最标准的方式把它打印出来呢 在这儿我们要知道 既然是WCHART的字符串 我们前方少了一个什么 在这儿写上一个红色的波浪线 对我们插入l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呢 我们如何把这个字符串打印出来呢 我们在这儿输入 wprintf 我们在这儿输入什么呢 百分号s 然后我们在这儿传入STR 字符串已经确定了 它就不需要w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打印出了 我是一个好鸟 ABC显示的很正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知道有什么特征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的时候 把汉字当作一个字符呢 比如说我们要在做这个中文 检索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直接用 恰来保存一个中文 STR里面检索一段中文 大家觉得这样方便吗 是不是很不方便 因为我们需要用两个字符 来代表一个汉字 对不对 但是往往我们要处理 中文字符串的时候 是不是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一个中文是一个字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用到宽字符呢 在这儿我们就简单了解下 这个宽字符 我们在这儿来比较一下 大家知道宽字符 它会怎么做吗 我们把这个门函数 命名为门二 我们再输入Voying的门 然后输入括号大括号 学习下关于它的本地化 在这儿可以说 第一步就很简单 我们在这儿设计一个字符我 然后输入我是 然后在这儿 我们再定一个这样的字符 大家认为 A在这个时候 它是几个字节 也是两个字节 对不对 我们再如何打印它们呢 我们就 W print of 然后我们再输入L 然后我们再输入 2%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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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儿分别传入CH1 然后CH2 然后CH3 然后我们输入一个分号 在这儿有一个前提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设定 这个简体中文呢 所以我们在这儿设置为 简体中文之后 它就会把它按照中文来解析 同样的 如果你输入韩文的话 是不是会把当作韩文来解析呢 在最下方 我们输入get的钱 让它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就重新执行它 所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显出了 我是A呢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我把汉字当作一个字符 我要检索字符串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 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再输入MSPaint 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个操作 就是字符串搜索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汉字当作一个字符 大家知道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 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情况吧 也就是说 我们在输入 我 然后 是 然后我们输入好 然后我们输入鸟 然后我们在输入ABC 大家知道 比如说我要检索一个字符串 对吧 大家知道我们如何来检索呢 就像我们在这儿来注视一下 我们要检索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好两个A对吧 好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鸟 我们实际上把这个东西可以拉长 然后输入一堆空格 我们再输入A 这种情况我们对比是不是非常的有利呢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是宽字符的话 大家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景呢 你就非常蛋疼 出生在西方的话 你就不用考这些问题了 但是你出生在天朝 你就比较苦逼知道吧 大家知道它在这儿是 会把当作有几个字符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字符对吧 上面很简单 是不是直接就是三个字符 我在这儿只要A个A个对比就行了 对吧 两个字节的字符 是不是才能代表一个汉字 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在这种情况检索 是不是直接从好的中间开始检索 我在这儿给大家注意 我要检索是不是 第一个从这儿开始检索 第二个从这儿 第三个从这儿开始检索 我们是很容易找到了 如果是窄字符 你们需要怎么做呢 如果是窄字符的话 你们在这中间就会出现很多误差 比如说这个是五个字符 对吧 这是第一步 你要从这儿开始检查 第二步 你是不是需要从这儿开始检查 第三步 你还需要从这儿来检查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 这是两个汉字 分别占有两个字符 对吧 他是不是在这儿有可能把中间解析成一个这样垃圾字符呢 有的时候如果恰好出一些错误 这个时候对于中文检索是不是非常的不方便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宽字符要爽一点 当然现在理解了宽字符的好处了吗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需要回顾一下 我们就需要回到这个优妮扣的我们来理解宽字符起到什么样作用 就是说现在在这儿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用message box 用多字节字符集这种方式可以的对吧 但优妮扣的是不可以 我们现在把优妮扣的设为启动项目 现在我们在这儿继续执行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显出乱码了 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加上L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message box 现在加上L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所以大家再要记住就是 如果你使用message box 大家知道有什么特点吗 如果你使用多字节字符集的时候 你需要怎么做呢 也就是你在这儿可以用到这样的字符串 我们在这儿注明一下 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这时候就不需要L呢 如果使用unicode呢 你是不是需要加上L呢 对不对 然后我在这儿告诉大家 在这儿虽然设计成unicode 但是我仍然想使用 我不想加L怎么做 这里虽然是unicode 我不想加L 但是我还要正常的工作 我们怎么做 也就是message box A 大家知道A代表什么吗 也就是阿斯克嘛 对不对 它在这儿它的用法和它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儿比如说我们不加L 在这儿我们来注明一下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这个unicode呢 大家觉得在unicode的情况下 我们不加这个东西能不能直接运行呢 这个时候即使unicode 如果你加了一个A它是不是仍然可以运行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是123我是123 是不是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儿加以区分 我们前面加一个A 然后在这儿我们也加入一个A 现在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message box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方式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A对不对 message boxA就是 无论你是多字节还是unicode 我就是多字节知道吧 懂了吗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儿再来看一个这样的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换成这个多字节字符集 我们加了L 大家觉得它现在能正常工作吗 message boxA也就是无论多字节还是unicode都可以正常工作 现在我们运行起来 第一个正常 第二个是不是乱码 但是我们接下来如何来保证它是正常工作的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这么来输入 我们在这儿输入 即使你设成多字节字符集 我也要正常的工作 而且我强制要用宽字符 大家知道需要用到什么函数吗 也就是W W代表什么呢 宽字符 然后再输入 然后大家觉得上面一个message box再多字节 是不是不正常工作呢 但是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工作 现在在这儿我们就把它运行起来 message boxA 它就和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message box对不对 所以它出现什么问题呢 乱码 大家想到第三个W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呢 而且W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你是多字节也好 现在是多字节对吧 你是unicode也好 我是不是都正常工作 只要你用这个L对不对 这是A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正常 所以大家在这儿发现没有 在这儿就有一个这样的特性 大家知道message boxA和message boxW 它们都有什么特点呢 它在这儿有一个特点 无论多字节还是unicode 我就是多字节 如果带一个A 如果是W呢 无论多字节还是unicode 我就是unicode知道吧 但是这个message box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就是一个墙头草 大家知道墙头草有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使用多字节字符集 我在这儿就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调用 如果你是unicode 我是不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调用呢 大家知道还有一种方式 叫通用的方式 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把这儿加上一个W 然后我们在这儿加上一个W 在这儿呢 我们就是正常的 对不对 大家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来规避这个多字节和这个东西的差别呢 我们在这儿把这个W给去掉 大家知道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呢 也就是tagst 大家知道tagst它有什么好处吗 也就是当你需要 它是多字节的时候 它就是多字节 当你需要字符串的时候 它就是字符串 如果是多字节 它就是多字节 如果是unicode 它就是unicode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加上这个以后 它也是什么情况呢 在这儿我们注明一下 自动适应什么 自动适应unicode 或者多字节 现在呢 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AW是不是正常的 现在AW 大家可以看到 它属于哪里呢 是不是unicode 它正常工作了 如果换成多字节呢 这个AW 它也能正常的工作 现在在这儿 我们继续执行 AW AW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这儿 记住就是说 如果messagebox 如果多字节的情况下 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unicode 你就需要这么做 如果你要自实应的话 就用tag字的 这种方式 就是通用的方式 知道吧 如果说你要显示unicode 强制要用宽字符 就是W 你强制要用多字节的话 窄字符 你就需要用A 知道吧 谢谢大家